3、2、1 加上45、56、7 行… D100上綱上線 1時11分回來上綱上線 剛才的朋友在我們Facebook 他說館長曾經做過長安七號的肥妹 我就求真上去看看 有一個介紹長安七號的小演員 因為他有幾個小演員 包括做主角那個 那個不說了 只說那個肥妹美嬌 在電影中叫美嬌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男生扮演的 但資料指這位美嬌 真名叫韓永驊 韓永驊並不是館長陳之汗 韓永驊只是在演藝界製作這部電影 但留下深刻印象 1997年開始 韓永驊是廣西師範大學的助教 廣師副教授 2011年到現在都是 就是江蘇師範大學的副教授 校聘教授 先後承擔過遺傳學 細胞生物學 研究生的分子遺傳學等等 很厲害 不過他沒有再做電影 所以到底他是不是 剛才你們所說的館長 我有點懷疑 因為我剛才也覺得奇怪 為何星爺那部電影是在國內拍的 為何會找一個 如果真的是館長 找一個台灣的演員 為何不順利成章找他國內的演員 沒錯 但看上去真的有點相似 真的很相似 認錯也不奇怪 放大了 電影裡面的肥妹又不太相似 他的樣子比較腫脹 陳之漢就是館長 比較精緻 不過可能不知道 因為他長大了 如果真的會改變他的樣子 不過還是當是跟大家分享資料 沒錯 那我先說一些資訊 好像Michael也有些話說 你看看你那些話說了我不會說的 好 今世 你星期四是心理測驗 今天是生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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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先是生理測驗 真棒 好了 純粹跟大家分享 八種有助睡眠的食物 不過首先要離身 離身是甚麼 原來是一間床褥公司 找專家來講這個食物 他的結論就是 星期也要睡我們的床褥 否則你也睡不著 要配合一個套館 是的 包括找了一些調查報告 以及找了一些營養師去講解 得出一些結果 通哥的床褥睡了多久 我床褥 我說我那張 你正在用那張床褥 由搬離到現在 已經七年了 應該是 你住了這麼久 其實床褥 人家說好像很久不可以換 某一段時間要換 我是怎樣換呢 將它調轉它 和前後反覆 左右跟你底褲一樣 跟你底褲一樣 是的 你買床褥其實會教你要這樣換 沒錯沒錯 一方面就不會睡得 只有形狀這樣 全凹 因為睡到那個位置凹了 是的 我們知道我一個人 可能會比較耐用 如果兩個人 就可能沒那麼耐用 那不關事 人家在床上真的睡覺 真的睡覺 沒有那些劇烈運動 沒有那些劇烈運動 有就不行了 好了 說回這裡 說八種有助睡眠的食物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都很普遍的 不用怕很難找這些東西 因為我有時候看飲食節目 他經常說的材料 我很擔心的 特別是鬼佬那些 什麼窄些什麼 香草 那些是什麼來的 鬼佬世界很普通 對 他們在哪裡玩 他們很普通 在香港就是 如果煮開菜 當然也會找到 會玩 但是我們那些不會的 不會找這些東西 即是鹽西蔥 蒜頭已經是萬能的了 豆豉加起來 好了 這種幾樣東西都很普遍的 第一就是芝士 芝士 因為吃了它 曾經有人說吃芝士 睡覺會發惡夢 其實就不是的 剛剛相反的 特別是吃一些 用水牛的牛奶 還要用水牛牛奶的芝士 其實他買的時候已經寫明了 這些是火水牛牛奶 即是噴水牛牛奶 這些是噴什麼牛 其實是寫明的 因為水牛的芝士 特別有豐富的色安酸 色安酸有助大家 在身體裡產生一些 令人容易入睡的荷爾蒙 其實以下幾種食物 很多都有色安酸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種就是燕麥 燕麥通常是早餐吃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 燒東西都可以吃的 燒東西都可以 但會不會很難消化呢 你又說得對 難消化就自然分不著 吃一大堆東西 你看快B吃的好像牆紙 牆紙攪碎 它很痛苦 快B那個比較恐怖 那些東西又深黑色 你說得對 就是塗漿糊的 很久都沒有吃 我喜歡吃一些比較稀色的麥皮 會混牛奶 就是特別濃口的 液體壯一些 如果很濃郁 一大堆東西是否能睡得到 我知道近來 不知道在韓國很流行的一種早餐 就是一包東西 裡面有些乳酪 然後裡面有些碎了的堅果 很方便的 讓你扭開那個蓋之後 拿去飲水機 熱水也可以 冬水也可以 然後沖完之後 shake一shake 然後就可以滑滑滑滑 喝完之後就是一頓的早餐 這樣嗎 很方便和健康 那是否好吃的 淡滅滅滅滅滅滅 不就是乳酪味 乳酪味 有些堅果 我覺得挺好吃的 香港有沒有賣 香港好像有代購 可以介紹給快B 如果給我 就倒入公仔麵裡 我會混合即食麵 你馬上量我早餐 那已經是一頓早餐 你再做公仔麵 好了 煙麥 為什麼說煙麥呢 煙麥有助保持心臟健康 還有多種維他命和硬物質 有助放鬆心情 另外還有一種煙麥 就是自然的退黑色素裡面 有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幫助睡眠有些規律作用 放鬆心情不是應該看你的影片嗎 這樣就更鬆 不是的 會更激動 會更激動 會更加放鬆心情 熱血方剛的時候 怎麼睡得著呢 然後平復 熱血方剛就是年輕人 Google會用熱血方剛 我30年前就用這個字 現在忘了 現在忘了 另外就是三文魚 三文魚有助豐富的奧美加3 經常聽到這個名字 另外有維他命B6 也有色胺酸 也有助維持睡眠的規律 另外一種經常聽到 或者現在 我相信很多家長都會 給一杯牛奶的小朋友喝 我也有聽過 但是我覺得有反效果 真的嗎 因為你睡前喝完一大杯 你會不斷想到廁所捕住 那會不會叫你喝一大杯 喝一口就沒什麼效果 他想你舒緩一下 一杯就睡 不斷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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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睡得不好 也是的 家人入睡前 也不應該喝太多水 第二天會喝水腫 牛奶也有自然的退黑色素 加上剛才提及的食安酸 也幫助睡眠 不過我很久以前看過一套紀錄片 外國的說 訪問 不是訪問 做過調查 患癌症的人 他們有很大部分 小時候喝牛奶的習慣 淋睡的時候喝一杯 相對的比率 就是他們患癌症的機率高很多 這是在何時的 而不是現在看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科目如何研究 所以我小時候聽到 我也有點害怕 不過幸好我心想 幸好我沒有喝酒 是否你媽媽拿來欺騙你 是因為有牛奶 哪有錢喝牛奶 死臭小子 就拿一篇報道給你看 就是這樣 不是的 那時我還沒有網 或youtube看的 在電視看的紀錄片 是這麼說的 我看過一個紀錄片 叫人不要喝牛奶 是嗎?他有沒有說什麼 我不太記得原因 總之他叫你不要喝牛奶 因為對身體不好 大家常常相信 牛奶對身體不好 其實是不對的 但我不太記得 他的原因 大家留意一下 或者請教你的家庭醫生 好豆腐 另一種就是豆腐 豆腐我常吃 你很喜歡吃豆腐的 不是男士專有嗎 吃的豆腐 我都喜歡吃豆腐 豆腐其實本身是挺好吃的 我自己覺得 還有很多作用 飲也可以 豆腐花也可以 很特別 暖也可以硬也可以 液體也可以 豆腐有多硬 有些硬豆腐的 你不知道嗎? 硬到怎樣 在大陸 在東北那邊 有一隻叫做 凍豆腐 它雪到很冷很冷很冷 其實它的質地 是蜂巢狀的 一個豆腐 專門吃麻辣火鍋的時候 蘸這個凍豆腐下去的時候 拿起來 它就會吸收你的辣汁 吸收湯 吸收湯 特別好吃 很硬嗎? 很硬滑 很像豆腐 蜂巢豆腐 蜂巢豆腐 我來不想懷念臭豆腐 是 你吃過嗎? 香港那些吃過 香港都可以買的 有 現在不像我沒有 但我覺得它不像臭豆腐 像炸豆腐 你覺得它是炸的 但如果你是國內那些 它是黑色一小塊一小塊 不同種類 旺角行人村用區都有一兩檔 但那種味道已經不及我們當年 以前幾條街都聞到 以前幾條街都聞到 新鮮漂亮很多 我估計 它們未必是自己做的 只是別人交來 變成我們吃過的那種味道 以前我記得那些上海人 擔著它 在街上 他就蘸豆腐醬 蘸豆腐醬 蘸豆腐醬 或者甜醬 很好吃 很小時候 但香港那些很大磚 對 很大磚 很辛苦吃 很麻煩 我知道你拿的豆瓣醬 有個小技巧就是 你那裡有一顆棍子 我爸爸教我 你不是慢慢吞下去 是一下子插進去 中間割開兩塊 這樣吃才好吃 每一個吞 塗下去 還有細伯對這個很有研究 即是刺下去 這個醬汁 豆腐有什麼益呢 豆腐含有大量的 適安酸 而且有豐富的蛋白質 和鐵質 鈣質 營養有助 也是促進入睡 這樣說 另外還有雞蛋 雞蛋有大量的維他命D 可以改善睡眠的東西 也是所提及的適安酸 差不多有適安酸 不過雞蛋如果晚上吃了 會不會硬著睡不到 其實基本上你剛才掃很多東西 也會硬著 我想他沒有意思 叫你睡前五分鐘吃 一定是大件事 最重要是配合我買的床墊 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櫻桃 櫻桃就是我們所說的櫻桃 不過文雅用語就是書面語用櫻桃 它跟燕麥一樣 含有豐富的褪黑激素 這麼重要 褪黑激素 是不是皮膚比較白 另外也有抗氧化的花青素 加起來也有助深層的睡眠 會好些 另外還有這個我一般的 牛油果 很喜歡吃的牛油果 可以了夾三文治也好吃的 做的那些飲品特別好喝 我不抗拒 他夾雞肉三文治好像很貴 牛油果好像很貴 很貴的 我印象中很貴 還有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筆好還是切好 而且它的質感如果這樣吃 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有些人說 如果你沒錢吃三文魚 就可以切片牛油果 然後點芥末再吃 是差不多的那些味道 因為它的質感好像是三文魚 三文魚也吃不起 應該也吃不起牛油果 現在三文魚很便宜 不過其他地方牛油果是便宜的 不是普通的水果 不是普通的我們吃 就是這樣 就是以上的東西 總結就是 我經常看到的 十多色胺酸 還有這個退黑激素 都是有了這個碎片 總結就是買我們的床墊 其實我心想 如果你睡不著 老婆做了三文魚 你去哪裡找三文魚 給這個東西 牛油果 哪有牛油果 麥皮沒有買 其實數十樣東西 是要專門買 放在我家裡 我承接你的話題 有一個叫 睡不著 以下下來的東西 就可以幫到你了 第一 不要把你的工作 帶上床 其實我覺得 不應該帶回家 如果可以的話 直接不要把工作帶回家 如果你是一個負責人 很有工作心的人 你很難放得下 你每一次 心思思的 我做了一個項目 究竟怎樣 其實是負責任的表現 另外 睡之前 儘量不要喝 或者吃一些影響你睡覺的東西 包括果汁 肉質等等 雖然這些是健康食品 但含糖太高會影響睡眠 第二 酒 其實我以為酒可以幫助睡覺 他說 酒精有安定作用 令人以為睡前少喝一點點 可以更快入睡 事實上酒精會增加皮質純分泌 又稱壓力 反而令我大腦更清醒 我不是很喜歡 我有時睡不著 我會喝少許 即是那些叫威士忌 即是很快就已經睡得著 所以我個人就不喜歡這個說法 另外就是茶和咖啡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個就是固定睡覺時間 不要有時八點 有時十點 有時兩點 但現在都市人很難說 時間到睡覺 你能不能做到 我真的做不到 夜點就可以了 例如一、兩點 你怎樣都可以睡 也不行 有時你確定了兩點才算 有時今晚 為何十點要很想睡 不行 我要兩點才睡 搞個鬧鐘給自己 兩點再正式睡 做不到 現在是pre-presleep 你們不會嗎 每晚的生理狀態不同 今晚好像很精神 多看一陣氣 不行 今晚我八點想睡 那我十點很快睡 我會是這樣 反而是固定彈起來 就會 對 固定起床就會 固定入睡 我真的暫時執行不行 可能你要做一些鋪排 準備一個睡覺的情緒 一邊看著 例如你十一時要睡 你十點左右 你應該什麼都不做 坐在那裡 靜靜地想一想 慢慢上床 其實你也對 上床先睡了 我看了幾篇 其實其中有一篇 要一個小時前教鬧鐘 例如你八點起床 你教八點 為何臨睡也要教鬧鐘 就是提醒你 例如你十二點睡 十一點就要鬧鐘響 提醒你由現在開始 什麼都不要做 包括看電視 對手機 對手機 吵架 運動 好像一個廢型 配搬 一個睡的情緒 低能 他這樣說 你就這樣聽 睡前最好不要看手機 電視 電腦 平板電腦 因為這是睡覺的大敵 還有睡前不要吃飽 又不要這麼餓 兩樣都是令你睡不著 你不覺得有時候肚子空空的 好像想吃點東西 但飽又睡不著 所以剛才所說的 就是入睡前要留意的事情 當然加上關閉床頭燈 拉上窗簾 全黑的環境 大家不要太吵 外面的人聊天 沒那麼大聲 又的音樂 又的音樂 朱兒朱女 還有的 其實那些叫做 鬆緊恰當的衣服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穿得很緊 穿得很緊 等等 所以其實有些人 都還是主張裸碎 因為裸碎是最撇脫的 就是完全沒有那些束縛 但我睡不著 你一個人主張都不行 不行不行 一定要穿衣服 要睡到的 試一次 我試過的 試過嗎 不行 就算去外地旅行 那你穿多少衣服 你睡覺 我穿多少 不關動不動事 始終也有一件衣服 如果不是睡不著 加入不了睡 好像差點安全感 你好像平時這樣的服裝 睡覺有睡覺衣服 睡衣 但都是整套的 一半 好 睡覺有睡覺衣服 不敢再穿衣服 不敢再穿衣服 但我便覺得 因為有時穿太多衣服 我覺得可以束縛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不太舒服 對 最好一些 例如女生 可能一件睡袍 睡袍 還有那些很軟的 有絲質 很軟的 而男生 那些寬一點 洗了很多次 那些衣服 不需要漂亮 塗抹抹抹也好 鬆抹抹也好 但穿著它 就沒有什麼束縛 最好 聽完兩位大哥說睡眠的方法 我想起 曾經 我記得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連美軍都採用的 兩分鐘睡眠法 解決你的失眠 那他就有個小技巧 有四個步驟要做 首先 你就要放鬆你面部 他們更難 他們在戰地 對 他們一定要睡覺 要充足休息 但是這樣 他們應該很努力 因為又行軍 又打仗 其實他們放鬆 應該比我們更累 但他們可能精神在前線 可能有時會難睡得著 首先 把你的身體分成不同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放鬆你面部的肌肉 包括你的下顎 舌頭 我這幾年放鬆很重要 面部肌肉 掉下來 我上了這麼一年多 自然放鬆 所以你就已經達成了第一個步驟 你之後再做 你就可以忽略這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就是面部完成後 就開始到肩膀 你要放鬆你的肩膀 其實這是催眠的方法 你知不知道 自我催眠的方法 也有這樣的技巧 放鬆你的肩膀 然後放鬆你的上臂和下臂 你的身體都完成之後 兩肢 即是左右手都完成之後 就到你要呼吸 呼氣 然後到你的身體 其實呼吸一早就完成了 一直都在做呼吸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到你的呼氣 然後就保持這個胸口的放鬆 到最後第四步 你就要放鬆你的大腿和小腿的肌肉 這個步驟要持續進行一至分 一分鐘至分半小時 這個期間要盡量清空你自己的思緒 不可以想到任何事情 人的腦部不斷在運作 不想到其他工作上的思緒 你可能會幻想自己 睡在一個平靜的湖面 一個獨木製的很漂亮的畫面 可以做一個放鬆的情緒 這個就是自我催眠 因為人不能清空腦 你一直清空 他一直有些想法 跳出來 所以剛才Ko說的方法是第一個 你可以想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於是你的集中力去到海灘 去到草原 要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 因為你也要知道何時呼 何時吸 然後是慢放慢吸 你找一件事去佔據你的腦袋 有時候有些人說 如果你睡不著就數綿羊 不行 完全不行 有時候數到第1452隻 我剛才數了多少 這樣會令你很清醒 很懶惰 很清醒 剛才這個美軍都用的極速睡眠法 就說如果經過六星期的練習之後 這個睡眠法的成功率 是可以達到96% 但我也懷疑兩分鐘是做不到的 我也懷疑兩分鐘是做不到的 兩分鐘是很快的 如果大家要數數字 數眠了不行 記住不要向上數 要向下數 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要1,2,3,4,5,6,7,8 不要這樣數 因為你數無盡 你就越來越清醒 你要向下數 10數到1 再由10數到1 再由10 再由5數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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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1,4,1,1,1,5,1,6 你不能維持清醒狀態 我數女優也不理會 36、36、24 不是數人名 波多野、傑衣、夏木財春、村上來來尾 這些名字很複雜 我們很清醒 因為你說人名期間 會有個影像在老海浮現 沒得睡 你起床看電視 不過幸好不是經常失眠 我有一陣子一直失眠 你越害怕失眠就越會失眠 你有沒有覺得 一時晚上兩三點醒了 不要睡不著 明天有大件事 這樣就會睡不著 最土人厭就是 你失眠夜晚 失眠鬼打這麼精神 到早上要起床的時候